同一片区域 50多户人家相继被盗 从纪念币到电缆线 不分贵贱席卷一空 这个人除了其他什么都偷 不同的偷到现场 相同的怪异场景 他把结婚者给死了 匪夷所思的行为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歧怒人生 进去收看传奇故事 撕毁结婚证的窃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家里近小偷是一件烦心事 可更糟心的是 这小偷他不但偷东西 他还添堵 他把一些对他无度轻重 可是对施主来讲 却非常重要的东西 全给你毁了 你说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小偷 遇上了得多闹心 而山东德州市林一县的田女士 她就很不幸的遇上了这么个小偷 那天呢田女士刚下班回家 正要打开他们家的院门 突然就发现了不会劲 当时呢田女士心智不好 赶紧就进门一看 不得了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这明显是进了三年 当时呢田女士赶紧就打电话报了 一边等警察来 一边呢田女士就清点了一下家里的东西 那所有饭又丢一些金价比 当时的所有不少是钱 还有一本有票 还有点下金 田女士一边查看现场 一边就有些哭笑不得了 一方面他们家里头丢的钱不多 算是不幸中的外星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田女士也纳闷 这小偷怎么什么都要啊 什么邮票纪念币 值点钱呢 他就不放过 而当田女士看到其中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 心说这小偷到底什么意思 一看吧 家婚症给死了 孩子的出生人命 还有一些别的症状 却给死 却给死了 却给整到地下了 这小偷也是怪了 他乱撕别人家证件干什么呀 田女士的结婚证 爱着他什么呢 还有出生证明什么呢 他这一撕倒是轻松 可是给田女士带了多少麻烦 看在这儿呢 大家可能也会奇怪 这些个证件到底跟小偷有什么关系 他撕这些证件背后到底有什么隐形呢 后来呢 这个警察也赶到现场了 他们在现场看到这一幕呢 也是大吃一惊 看来这小偷不光是冲着钱来的 他对田女士的这个家庭生活 还有很大的怨气 警察这就分析了 如果小偷是跟田女士素不相识的人 他应该不至于对田女士的结婚证 这么怨气冲天的 所以呢 他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感觉好像是内部人作案一样 本一家这里边又产生矛盾了 否则的话 去偷东西 你拿东西走 这是以前的惯性思维 拿东西走 偷菜 是吧 不会说 再把人家的这个结婚证呢 甚至就把放生肉给你死了 那这个内部人到底归是谁呢 就现场这么看吧 似乎是个嫉妒田女士家庭的人 难道说这桩偷到案的背后 其实还藏着一个家庭情感纠纷 警方当时呢 也调查了一阵子 却没有发现这类线索 而就在案子陷入迷雾当中的时候 怪事又发生了 田女士家附近的这片区域呢 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盗窃案 而且这些盗窃案的警方打从街的报案起就知道 他们跟田女士那些案子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我发现这个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家里除了钱财被盗呢 还有这个结婚证被毁掉 感到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这些案子当中呢 有的结婚证被撕了 还有的呢 索性就连结婚证都给偷走了 这些施主们都很烦恼 不明白自家的这结婚证到底怎么就惹这小偷了 警方接到这些报案呢 也是非常惊讶 既然有这么多家都出现了这个局面 可见之前设想的那个熟人作案 那就不成立了 他们开始怀疑 这块区域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心里有些问题的小偷 因此呢 眼下得尽快找到这小偷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的结婚证啊 恐怕就得遭遇黑烧了 刚好出事的这块区域呢 有些人在这个家门口装了监控探头 警方呢就对这些监控录像进行了搜索 结果呢 还真是有人重大发现 正好他对门呢安装的有监控视频 然后我们就仔细观看这个案发实验段的监控呢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他盗窃了一家之后没成 又去另一家 戴着眼镜 看上去呢 文质彬彬的 像一个读书人似的 白色的上衣 这个鞋子是平底鞋 深色的裤子 这段监控呢 让警察看到了 嫌疑人的身形 但是因为角度和画质的问题 警方呢 还是看不清 嫌疑人的模样 一时难以确认的 道理事实 不过呢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有位姓王的女事主来报案 说他跟这位小偷 迎面撞上了 那个过程说起来 我还挺惊喜 我们就来听听那王女事的回忆 王女事很勇敢 但是在这儿呢 也得提醒一下观众 碰上这种情况呢 最好不要冲上去抢东西 对方毕竟是个男的 体力上占优势 万一他身上还带着什么力气的话 很可能东西抢不回来 人还要受伤 所以呢 这时候宁可损失点财物 先记住小偷的长相 等报警之后 再追回财物也不止 好 当时呢 王女事跟嫌疑人一番争抢之后 嫌疑人跑了 王女事虽然没追上他 但是却记住了他的样子 王女事的描绘呢 在结合监控视频里的影像 让这名男子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 这时候呢 警方就根据这些条件 让附近区域的尸主们来辨认 结果还真有人把这嫌疑人给认出来了 据说这名嫌疑人姓范 根据施主提供的线索 警方对中交犯罪嫌疑人范某一举抓获 范某呢 也很快就承认了自己连续偷盗的事实 范某落网了 那么范某到底偷窃了多少户人家 又偷到了多少钱财呢 警方一调查还真是惊人 原来范某呢自2012年就开始偷窃了 到落网的时候 他偷到的居民超过50户人家 而且这50户还不是偷一次就算了 据范某说 有的人家他还光顾过两次 甚至还有去过三次的 偷窃次数那么频繁 那么范某偷了多少东西呢 这里就是范某的家 在这个屋子的房顶一角 有一块明显的木板 这木板呢可暗藏玄机 把它一打开 里边有一个红色的袋子 袋子里头是20多件金手饰 这些呢都是范某偷来的赃物 另外在其他的这个隐蔽角落 还藏着纪念币 古钱币 电脑等物品 但是这还没完 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头 还堆满了大团大团的电缆线 金属物件之类的 就跟个大仓库一样琳琅满目 这个人呢除了他什么都偷 就是家里如果有现金的话 他肯定拿走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一个银制的保健杯吧 杯子水杯 他也给偷走 然后什么无线路由器 电缆线 这个盖房子用的这个钢筋 下脚料 他都去偷 然后偷了之后放在自己老家里 这些范某还真是够贪婪的 什么都要 而且据他说的这么多的东西 都是他一个人偷回来的 除了这些物件 范某其实也偷了不少钱 一般的小偷们偷了钱呢 很难追回来 因为转眼就会挥霍掉 但是范某呢可不一样 而且偷的钱呢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 他不花掉 他不去挥霍 而是存在自己的一张银行卡 据说范某的习惯是这样的 偷了180 他还得自己掏上个20 凑个200块钱整数 然后一并存到银行里头 所以大家看 这范某的行为太另类了 什么都偷 偷了就存着 也不拿去花 简直就是那小偷当中的杠材 另外我们也知道 范某他还有个更大的怪题 就是偷东西的时候 喜欢把人家的结婚证翻出来 然后再一一撕毁 这就怪吧 人家的结婚证 到底怎么爱着他呢 他自己就 他干过什么 他就说 对私结婚证这个事 他始终就是不正面回答你 没读对私结婚证这件事 范某是慧莫如深 这就更让警方奇怪了 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后来警方调查了一下 范某的家庭情况和婚姻状况 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范某会走上偷窃的道路 以及他私人家结婚证的心理根源 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到范某落网之后 交代了他偷盗的经历 警方就发现范某偷盗的行为 以及他在偷盗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怪癖 其实都可以在他的家庭当中 找到心理根源 据了解 38岁的范某是山东省林一县人 从小就身世不幸 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母亲一个人把范某三兄妹拉扯大 因为家里穷 初中的时候范某就辍学了 没有学历 家里有困难 所以范某成年之后 他的婚姻之路就特别坎坷 他21岁的时候 通过家人的安排 跟邻村的一女孩定了婚 但是之后过了六年 范某才跟定亲的对象结婚 为什么呢 原因说起来挺心酸 因为他一直给不起彩礼钱 其实范某的妻子 也没有师子大开口 彩礼只是个风俗而已 但是就这五千块钱的彩礼 范某都要攒六年 足见范某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 所以这桩婚姻对范某来说 真的是来之不易 但是让范某没有想到的是 这桩判了六年才判来的婚姻 其实并不幸福 范某的妻子嫁过来之后 没多久就对范某感到了失望 他认为范某对家庭的付出太少了 因为这些家庭所事 范某两口子总有些小摩擦 范某的性格比较内向 不善于解决这些问题 就老是逃避妻子 范某的本意可能是为了避免冲突 但是他的这个回避的态度 却让妻子更伤心了 经常回家跟自己的母亲一起去居住 然后在家陪老婆的时间比较少 而且他经常不在家嘛 白天出去晚上有的时候也不回来 回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陪他 两口子的隔阂越来越深 在这种情况下范某的妻子却又怀孕了 生下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孩子 本来嘛孩子的到来是件喜事 可是随着家里事物的增加 夫妻的矛盾呢却更多了 甚至这个矛盾还波及到了范某的母亲那里 婆媳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了 妻子对母亲的态度让范某非常愤怒 因为她是母亲独自拉扯大的 她知道母亲这一辈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非常孝顺母亲 眼看着妻子跟母亲争吵 范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忍了 有一次她把妻子教训了一顿 结果妻子一怒之下 竟然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 范某当时就慌了 她花了六年才拥有的家庭 当然不能够就这么就散了呀 所以最后呢 范某还是自个儿去向妻子赔礼道歉了 而且为了避免妻子跟母亲再发生矛盾 范某还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当时呢 范某一家三口都搬离了农村 来到县城租房的入 婆媳之间呢 隔得远了 倒是没有矛盾了 可接种而来的却是夫妻之间越来越多的战争 范某本来收入就敌 以前在农村嘛还好一些 现在到了县城 物价水平更高了 又要租房子 范某还要拿钱孝顺母亲 这些开支都跑去 留给妻子的家用 就更微薄了 范某的妻子带着孩子 生活也确实不容易 所以对范某的怨气 就是越来越大 这个头两三年 就是她打零工 钱基本上都一半钱不给我 就这两三年之间吧 她还是省吃俭用 咱五十块钱给我 两三年之间就给我五十块钱 都给她妈妈了 面对妻子的埋怨呢 范某又不太擅长沟通 两人的矛盾呢 不但得不到解决 反而越压越多 结果妻子对她就有了更多的怨言了 夫妻之间缺乏沟通交流 但是心里压力太大了 我本身我就想找一个可以照顾我的人 我不想找 就到后来发现她 我还得去照顾她 我不想这么那个 天天就为这些小事 心累的太累了 妻子离婚的要求呢 对范某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当时范某苦苦哀求妻子千万别离婚 并且再三保证 自个儿一定努力赚钱 改善家庭条件 就这样妻子呢 才勉强回心转意了 因为有孩子嘛 我从小这个 就是在那种不健康的家庭长大 我不想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也在这种家庭下长 那个情况下长大 我为了孩子 应该就染了 能染就染 妻子虽然同意不离婚 但是从她的话当中 我们也可以听出来 她对这个家 对范某呢 还是很不满意的 她只是暂时选择了忍耐 因此呢 范某的恐惧没有消除 她很担心 如果自个儿的收入 还是这么低的话 家庭条件啊 一直得不到改善 也许有一天妻子 还是会离她而去 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一切呢 范某当时呢 可能也想过 自个儿没学历 也没一技之长 虽然通过努力 也许可以改变命运 但是呢 毕竟太难了 于是范某就选择了一条 貌似最轻松 也最快的那个赚钱之路 抽切 据范某交代呢 她其实2012年就开始偷窃了 而且因为长期的贫困 范某偷取东西来 简直就到了一种 积不择实的地步 基本上是见什么拿什么 有什么都不放过 她就说 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也卖不掉 卖的话也容易 引起别人的怀疑 她就看这些东西好 将来可能自己能用得着 比方说她偷的空调吧 她有的时候就按到自己家里 路由器有的时候也按到自己家里 也许是长期的生活匮乏 所以呢 范某喜欢被这个偷来的东西包围着 这能够给她一种虚假的满足感 其实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 有很多人也曾经像范某一样 家境贫寒 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他们却不会像范某一样 让自个儿成为一名盗贼 所以比贫困更可怕的 其实是一个人丧失了自尊 当一个人放弃了自我原则和尊严的时候 就可以做出任何没有底线的事情 最终成为社会和他人的危害 范某呢 就是这样一个任由自己堕落的人 他成了一个小偷 而且他这个小偷还特别给人添堵 不但偷东西 还撕毁别人的结婚证 范某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了解了他的婚姻状况之后 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个行为了 看着边儿的家庭挺生活挺幸福的 挺干什么的 他还嫉妒 心里给人感觉他有点扭曲的 心里就看出来了 本身自己的家庭不和谐不幸福 所以看到结婚证证之后 可能就有一种掩护之感 给死掉了 范某嫉妒别人家庭幸福 好像老天特别对他不公平 专门给了他一个不幸的婚姻 但其实范某与其去私别人的结婚证 还不如好好地经营一下自个儿的婚姻 那还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比如范某妻子说 他对家庭缺乏责任感付出太少 又不愿意跟妻子好好沟通 如果范某能够针对妻子的需求 把这些方面都改善一下 也许他们的婚姻就能够走上正轨 但是我们看到范某是个什么表现呢 他总是对妻子真正的需求避而不见 一厢情愿地认为 钱就能解决这一切 结果还因此走上了偷窃的道路 但他的这个偷窃真的能解决家庭问题吗 并没有 他老婆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然后他经常不在家嘛 他经常不在家 但是他有收入来源 而且有的时候还挺多的 这个这个他老婆肯定要起疑心嘛 就说你在外边是不是干什么 不该干的事了 你千万要把握住自己 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出范某的妻子是个名事里的人 可惜的是范某没有听从妻子的提醒 而悬崖了嘛 事情彻底败露之后 范某的妻子也很震惊 但是他没有一味的责怪丈夫 而是试着去理解丈夫 并且决定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 我还是感觉他的压力比较大吧 因为我曾经跟他提出过要离婚嘛 他应该是 怎么说 应该是心理上有那种压力吧 想找一个就是发泄的那个 怎么过呀 慢慢过吧 打工挣钱 别的我也没摆说 小学还没毕业 也只能说出力去干活 挣钱养活两个孩子吧 家庭危难关头 范某妻子勇于挑起重担 可见他对这个家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如果范某能够好好地珍惜妻子和家庭 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境地呢 他在书上来一晚 他感觉对不起他 范某漏网的时候呢 他说自个儿第二个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可是作为父亲 他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实在是愧对儿子和妻子 从范某的经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家庭不幸福 对家庭中的这个成员的伤害是很大的 但是换说回来 家庭不幸福又怪不到外人的身上 归根结底 还是家庭中的成年人自个儿有问题 如果一个人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又不善于沟通 人格也不健全 那他的家庭能幸福吗 所以不要在问题之外去寻求出路 只有勇敢面对自身的问题 并且努力地去改善他 才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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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